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她是带病上班 已经感冒了一个事情多了 我看到她的时候的话 就马上就哭起来了 什么时候也想不到 她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就像ICU那个门口 拿了一个那些纸皮 就睡了几天 几个晚上 但是我就一直跟自己说 我不会自己要倒下去 我必须要坚强起来 每天都这样安慰着自己 很激动 很激动 然后我就一步一步地 跟她交流 每天都跟她说 孩子那些事情啊 在家里怎么调皮啊 孩子整天都叫你了 叫你爸爸了 我觉得阿珊 她的性格很坚强 她家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她都没突破 对于她现在慢慢慢慢回复的话 她说我可以自理得到的话 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这么多年了 我都不告诉你 你这样做得好 我都不让你 你这样做的事情 你不过一天